我们都知道地球已经存在了45亿年,而在未来的时间里,地球的寿命还有多长呢? 宇宙早在了151年以前就诞生了,而相对于宇宙来说,地球还有多长的生存时间呢? 科学家指出影响地球寿命的因素有很多,比如说太阳的核聚变影响, 太阳的不稳定性,可以影响地球上的气候条件和水的存在状态,影响地球寿命的第二因素, 就是由于人类自身的发展,对于地球一直是所取的状态,而从来都不顾及以下地球的存在状态。 如果人类再一次进行战争,那么核战争将会让地球全部的毁灭,从而加速它的灭亡速度。 最后一个因素,就是在宇宙当中不同的天体,都处于一种运动的状态,而不规则的运行,随时都有撞击地球的可能性。 因此地球的寿命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存在。 人类在生存的过程当中,一定要珍惜每一天的生存空间。 在人类生存的环境当中,我们对于地球的损耗是非常大的,在大气层当中产生大量的臭氧空洞。 多次的核试验和垃圾的污染,以及带水资源的无节制消耗,都会无情地损害地球。 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足以影响地球的寿命,而太阳是决定地球寿命的主要因素。 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临,由于太阳质量的不断减小,地球将会偏离原来的运行轨道。 地球有可能将会离开太阳系,而这种可能性存在的几率是非常小的。 但是它也不是不可能存在的,天文雪啊,根据目前太阳含和能物质的质量,从而推算出来太阳还可以燃烧五十亿年。 因此类推地球的寿命,或许也只有五十亿年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